哈囉,大家好,又是我愛邊 今天要介紹的是,我有看我眼前這個鮮豔的漂亮的包包,這是什麼系列呢? 沒錯,就是極地冒險系列,看起來就是非常符合的極地冒險特色的包包 大家看到這個外面的特別鮮明亮的圖案,就會有一種想要去冒險的感覺 尤其是這種三連的三川地包的感覺 這一款包包是創作者去北歐摩維那一代旅行的時候 大家想到北歐摩維一定可以想到外面很冷 所以這邊就會有一些藍藍的冰鮮雪地的一些山川地帽 所以創作者就將這個漂亮的圖案繪製在這個包包的上面 這個是非常有意外特別設計的,所以我看到每個特色的圖形都是他去當地旅遊所得到的靈感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棒的領域,就是把當地的一些所見熟聞帶來給你喜歡這個品牌的人跟來分享 然後就進了可能會因為這個包包得到會想要去旅行啊,可能想要去羅威啊之類的地方看 而且我覺得這個包包它的用料是非常實在,非常顧超所值 大家除了這一塊有漂亮的布料以外,它還有用一個,你看它拉臉是做特別的設計 有說過那個Inlook的每一個系列都會做不同的拉臉設計 這一個是做了有點閃狀的一個環狀的,很容易這樣可以勾起的一個設計,拉開很方便 然後它的這個布料也是一個非常激度方潑水的布料,這個就是假如說你真的要去到邊線雪地啊那種地方 雪融花在你的包包上面是絕對沒有問題,絕對可以防水的 然後它整個設計是做一個藍色西戶相互衣的感覺,所以它是有亮藍、深藍 我覺得這顏色真是搭配的非常的漂亮,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它內部的功能 這個功能性是大家非常在選擇這些包管會比較注重的地方 我們看一下第一層裡面,它裡面呢,也有很特別的搭配在外面,搭配在外面的這個亮藍的設計 所以是有淡淡的動物的圖,大家在看得到嗎? 這個內也是非常有精心,所以等一下再給大家看其他內部 這一層呢非常大喔,它是可以整個外面的手掌進去,都會有問題 這邊你放飾金啊、手帕啊,絕對可以放很多天分都沒有問題 如果你要帶出去的話,而且它這邊也是一樣有負很貼心的鑰匙化的設計 超棒的,所以這個地方,這個拉鍊帶真的是非常勿操所持 我覺得就是很用心耶,這麼大一個拉鍊帶 後面竟然還有一層拉鍊帶,這層拉鍊帶超尬的喔 可以放一下A4的系列,超棒的 其實這個包包看起來好像小小的,但是它竟然有三層喔 然後一、二,還有後面的裙帶,再一、三,這一層 來給大家看一下它的漂亮的內裏,真內裏,也有設計過 它外面能夠呼應的,是一個藍色的感覺,而且它上面也是有道路的圖案 然後就是一個呼應的拉似藍色的感覺這樣子 然後呢,裡面呢,也是有兩層冰箭的加成 可以放一下我的冰箭,這一層應該是13層的冰箭 我先放進去沒有問題 那竹龍鑰匙,竹龍鑰匙帶,我還放一台單眼巷 還有更多空間的地方,這東西,大家看一下 這個包包它的重量總共有二、三層深 然後呢,整個感覺呢,都是非常適合,假如你要出去行啊 或者是你也可以把它當作空氣包包,反正東西很多都放不下去 然後左邊兩側呢,有換取袋,水壺啊,雨傘啊,都可以放在這裡 然後呢,背面一樣有這個,你嘗試拉麵帶 而且它整個背面的材質也是做一個防水 正經一樣是防水的材質 然後這個背帶部分呢,也是有架後,可以被重複的東西 然後在肩帶的地方,它有特定是一個B型的扣環 它可以裝夾,說一個去登山啊,登山上去掛上面 或是下眼睛或是帽子等等,就可以掛在這種扣環上面 是很多小細節,在這個肩帶最下面也有這個 反光的這個,加拿大的這個標誌,雖然在夜間也是比較危險 有反光效果,整體來說呢,我覺得這個 經濟狀況型的這個,它連續包包呢,我覺得它是非常細屁,非常高 那這個就是非常有誠意,而且就是物超所值 這個材質各方面都非常的高,就做了很特殊的圖案設計 那說到圖案呢,我們除了這個藍色,三串品包的圖案 我們還有另外一款,這一款呢,也是我們在一門市的地方也非常高 這是做一個比較固點的感覺,是黑背紅的一個色貨水材質 所有的選擇照片的話,都可以來握我們喔